新型電動載具無線控制系統 在當今社會,交通運輸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人們對於交通運輸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 本系統為交通運輸提供一個不一樣的全新概念 同時在傳統汽車或腳踏車的共享載具之外 提供一個其他的選擇 電路配置 電路配置主要分成GPS系統和Wi-Fi連接系統兩個大部分 整個電路由外接電瓶供電 並且隱藏在車身原版件中 外觀上並無更動 首先GPS的部分 我們採用了Neo 6M這個模組 再搭配ESP8266 Note NCU開發板 這個組合有大量的網路資料和文獻 使我們在整合手機軟體時有充足的資源可以參考 再來是Wi-Fi連接系統的部分 這個系統身兼鑰匙開關的作用 避免使用上安全的問題及保護元件的考慮 我們使用了較為保守的配線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 GPS系統 由於APP Inventor 設計上的限制 使得要讀取定位資料的方式有限 我們以ESP8266架設網頁伺服器的方式 作為手機軟體讀取經緯度資料的媒介 Wi-Fi系統 手機與Arduino硬體連接的方式有很多種 例如藍牙以及Wi-Fi等等 考慮到藍牙連接的方式有安全性的疑慮 我們採用了保密程度相對高一些的Wi-Fi作為連接管道 連接成功後我們以Node NCU本身的腳位做高低電位的輸出控制 以達到取代鑰匙開關的效果 手機軟體 我們使用APP Inventor 製作手機和車輛交流的軟體 其中包括了驗證碼介面 這是一個身份驗證的初心概念 以及車輛的定位系統 GPS模組所接收到的經緯度數據將會轉換成地圖位置 顯示在使用者的手機上 還有最後是取代傳統鑰匙的開關系統 紅火以及熄火的動作只需透過手機就可以完成 省去鑰匙的麻煩 實際作動 以下是實際作動示意影片 像是角色的有調整 大小小一串 以及黃色的將這個筋鑰匙 就把這個搭配後 每個筋鑰匙的用品 一般來說,盲才會有很多 我們先將加三條筋鑰匙加密 當然是保存在 轻型电动载具无线控制系统是一个有前景和发展空间的项目 在当前城市交通拥塞和环保问题日渐受到重视的情况下 这种方便、环保以及低成本的交通方式越来越受到青睐 开发一个成功并完善的系统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例如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使用者的体验和便利性、收费方式等等 在设计系统时,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设计出简洁、直观的界面,并且确保系统的可靠程度 轻型电动载具无线控制系统是一个具有市场潜力的概念 虽然同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风险 但在满足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 加上用心的设计和良好的运营 就能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稳定、便捷的交通方式 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